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星期天 我相信会有不少的道场 会在这一天来举行观音法会 或者是大悲战法会 那么最主要是再过两天 就是农历的2月19 那么2月19号观音菩萨的圣诞 各位要知道 一般我们比如讲说 钥匙佛圣诞 欧密陀佛圣诞 大概就是纪念 就是佛菩萨的圣诞 那佛陀就跟我们的姻缘不一样 释迦摩尼佛的诞生 农历4月初八 然后还有佛陀的开悟 成道12月初八 然后到佛陀涅槃 涅槃在12月农历 农历2月15 但除了教主释迦摩尼佛之外 还有哪一位佛菩萨 我们有这么多的来纪念有关他的日子呢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了 观音菩萨诞生在农历的2月19 然后成道在农历的6月19 包含出家是在9月19 所以一年之中就有这三天 就是我们会特别举行观音法会 或者说就是纪念的法会 那也有人讲说 他一年就吃三天 叫做吃灾三天 叫观音灾 说在这三天吃灾会特别的吉祥 我想其实吃素的人呢 心都是慈悲的柔软的 那跟观音菩萨自然是相应的 好这是今天呢 我借着因为我说很多道场 包含像窝泰华佛光山 今天呢星期天早上十点 举行大悲参法会 那么所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有关观音菩萨的话题 那当然呢也有人问说 好像听了我在三月份 有一场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佛学讲座 叫与幸福有约 然后遇见观音 我可以把这个请视听主 帮我们把这场讲演 应该一个小时左右吧 那么就把它连结在我们的这个说明里头 也有人问说 常常听我讲 你去看那个说明栏 真的就在这个画面 各位你现在看着这个萤幕的画面 那个右下角 就它的右边下面有一个这样一个箭头 那个点碰一下 它就会进入说明栏 那你再去看 它有好多我们的网站 还有我们特别连结的一些这个内容等等 那把这场遇见观音的讲座 也把它连结上来 各位有空可以看一看 那当然有人看过之后就说 好像怎么我的感应那么多 其实我还没有把其他的感应讲进来 那天那个时间很有限 那我就今天我想讲一下 因为有人说 怎么他都好像 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应 观音菩萨会偏心吗 还是怎么样 我想借用《华言经》里头一首祭语 就是 菩萨清良月 常游必尽空 众生心构尽 菩提月现前 就是说 菩萨清良月 也就是菩萨的这种 他的对众生的慈悲 他的护佑 就好像一轮清良的明月 高挂在天边 就菩萨清良月 常游必尽空 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之间 菩萨的光辉都是在那里的 常游必尽空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感应得到呢 叫感应到焦 就是叫众生心构尽 不是菩萨没有用光照我们 但是我们的这个 好像那个频率 你要听radio 你要对焦 你那个要调对了 就接受器 就接到了 所以发出的这个能量的源头 一直都是在的 但是我们呢 我们的心如果亲近 那个接受器呢 就接受的这个 就很稳定的 那如果我们的内心太多的烦恼啊 挂虑啊 妄想啊 这些念头太杂了 它就好像那个频率已经 好像模糊掉了 没有对焦了 那么说众生心构金 所以关键在我们内心的 这个接受器啊 应该要把它清洗清洗 不要让它接触不良了 你把它弄好了 众生心构金 很自然 菩提月现前 你就可以感受 就是感应得到 菩萨的那种光辉 慈悲柔和的那种能量 在照顾着我们 那我特别讲起这个 这首寂语 我总是脑海里就会浮现 有一个画面 今天也在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则 对我来讲是 怎么讲 很有意义 也不要分别它了 反正就是很特别的一次的感应 因为那个感应的人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那也是在三十多年前 我还在佛学院当学生的时候 有一天呢 是那一天应当是 佛光山 本山传界 那传界的圆满日 三规五界 还是五界菩萨界 然后我们的 我那时候已经是 就是二年级的学长了 那么我已经受过 这个比丘尼界 就是出家人的界 那但是还没有受界的 新的出家的同学们呢 他们也在 当时佛光山 总之有一些姻缘 就是在台湾佛教界 有在传界 那他们在这个传界的界场 道场呢 也是受界圆满 那佛光山也是传在家界 也是受界 就传界圆满 那么也可以讲 那一年很特别 我印象中就是说 包含预约院的小朋友 也发愿 发心来受界 哇 全山 大家 出家在家 倒是 同 就是说 那一天的 晚上是 这个受界圆满 出堂日 出堂就是圆满 这样 那那一天的晚课 因为老师们不在 准备要去接受诫的同学们要回来 所以老师就吩咐我 说要我帮忙看同学们做晚课 因为是这样 这好像是有一个责任就要纠察 你有一个责任在 所以到我们那天的晚课前是晚自修 晚自修就敲了下课的钟 当这个晚自修结束了 然后我们要动作很快 赶快大步走回聊 然后就是换搭海青袈裟 那我说我因为是受老师的吩咐 我就要动作要再比其他同学要更迈大步回聊 因为当纠察就是说 你要在大众排好班之前 你已经站在那里 那种威慑力比较强 大家就快点快点 学长已经站在那里了 当我这样走 我们是要从教室 然后走上有叫四十坡 就是从佛学院的院设 然后走这个四十阶的楼梯 然后就上到大杯殿 中间二十个阶梯 有分段 中间一个平台 那我就要上到这二十阶梯 然后要回聊 打一 那当我这样走上来的时候呢 那个打板 打上电板的同学 香灯 他就好像停在那里发呆 怎么打完板 香灯也是很紧张 动作要快的 一个动作接一个的 他停在那里 我说同学动作要快 那个香灯就嫩嫩的看着天空 然后他当然他看的方向呢 是我现在描述 就是大杯殿 然后以大杯殿看出来 这一边是钟楼 这一边是鼓楼 他就往这一边看 然后说学长你看 他愣在那里 我已经上到那个平台上了 我也转身看 观音菩萨就站在 我看到是坐的 就坐在那个鼓楼的上面 那一坡的叫竹林 坐在竹林上 是自在坐 就是一脚怎么讲 也不是盘 一脚垂下来 然后拿着浸瓶 然后养柳枝就这样子 从上面俯视看下来 这样 我们两个 一个香灯一个纠茶 我们就站在那里 看着那里 出神了 那后面 本来我说我要 抢第一个赶快打好椅子 看到观音菩萨 我们就停在那里 然后其他同学已经 大家动作都要快 陆续上 有的在阶梯上 有的上到平台 发现我们两个人 看着一个方向发呆 其他的人终于陆续陆续 大家观音菩萨 是当时来讲 是已经受过界的 这个同学 出家当然受出家界 在家 那一天也是在家界出堂 那老师跟学长去接 就几位学长去接 其他去受界的同学 那么总是呢 我们留在学院内的同学 就全三都受过界嘛 然后我们留在学院内的同学们呢 大家都都看着 观音菩萨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看 是全学院留在院内的同学们 大家都看到 有的呢就在平台上 有的在阶梯上 就有的很激动 就流眼泪 观音菩萨 那有的就跪下来 我到现在讲起来 都仿佛在那个现场这样 但突然间我就回过神 就想 我就老师交代我要看同学们 要上殿做晚课 因为职责所在 我就 我好傻 我都不 现在回想起来真傻 我应该那时候就说 我们就在拜观音菩萨 就是我们的晚课 但毕竟我也是学生 我不敢做这样子的 当时也没想 念头很单纯的 我只有跟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对不起 我们要做晚课了 就这样 对不起 然后我就大声说了一句 同学上殿 就好像纠察师傅 这样喊了一声 同学们大家就 依依不舍的 有的就因为 那个磁场那种 很特别 就是它让你的心 受到一种 一种好像清洗 那种内心的激动 很多人是流着 一边流泪 一边插着 一边就走回聊 我们几乎是倒着走 因为看着观音菩萨 但是我们要去大一了 这样 我是职责所在 只好这样 那我快点 还是要赶快大好一 我一样快点出来 我一出来先看 嗯 菩萨不在了 这样 然后一样 那一天 大家内心就能量满满的 观音菩萨来看我们 做完课这样 这件事情呢 当然之后 也是记录在佛光山的 这个感应录里头 四隔多年 我已经佛学毕业了 我在那里任职任教 然后就开始派到海外了 我在1994年就派到温哥华 在加拿大温哥华 那之后有一次 也是观音菩萨的圣诞 那我就想到说 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还有好多的感应 当时的同事 我们一起在温哥华讲堂 其中有一位叫永善法师 他现在在凤凰城 好多年了 那当时我们一起在温哥华 我就跟永善法师讲 我说你晓我一戒 佛学院我们刚好上下戒 我说你晓我一戒 我们一起已经都受过戒的 我说我们那时候 我看到观音菩萨坐在那里 你是不是也是在那个现场 看到的人 他是对啊对啊 观音菩萨站在那里 好感动 我说你记错了吧 观音菩萨是坐在那里的 自在坐 他说不是 他说我不可能记错 是大悲殿的立项的观音菩萨 站在那里 那时候我们才明白 原来呢 同样感应到 感受到观音菩萨的视线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 原来是不一样的 这所谓说三十二硬化身 三十二硬化身 我们以为这一次是视线这样 那一次是视线那样 其实他因为是能量的存在 一种光的存在 我可以描述给各位听 当然今天各位看到的观音菩萨是大悲殿的观音菩萨 那么的慈祥庄严 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那当时我所看到的 坐在这个竹林上方的观音菩萨 他其实第一 他不是一个像人物质的存在 有血有肉这样 也不是 他也不是像雕像一尊的放在那里 也不是 他就是光 然后在他的轮廓之中 你可以看到清清楚楚 包含不是只有眼眉清楚 包含那个白衣观音 观音菩萨的那个衣角 在竹林上 那个竹林随着风再晃动一下 晃动一下 那个衣角随着风也在飘 光里头显现的是这样 那我想现在的这种科技再怎么样 很难描绘出来 是光但是非常的柔和 很明亮很清楚 但柔和 这就是当时看到的 所以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看到 是同时按照自己的心性 缘分 业力 怎么样 大家看到同时 同一个时空 看到不一样的观音菩萨 是不是很奇妙 所以今天 借着 因为我想各地在举行观音法会 或者像我们拜大悲战法会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观音菩萨 其实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这如同有一句话讲 说千江有水 千江月 万里无云 万里天 千江有水 就是说 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水的呈现 它可以是海 可以河 可以江 可以湖 可以什么 这些江湖河海 只要它有水 那当月亮出现的时候 一定同时是印线的 那但如果 你说你的心湖都干枯了 或者你的杂质太多了 自然就看不清楚 所以我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借着我们的早安佛光 让大家知道 其实只要你心中有观音菩萨 它就会跟你相应的 那你必须是要 专注的 集中意念的 称念观音菩萨 礼拜观音菩萨 那么很自然 你一定可以感应得到 所以下次不要再说 为什么你有感应 我都没有 你那么多 我那么少 这都是妄念 这些都不需要 你这很单纯的 就是一句成念 其实都在的 今天这样跟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小谷 不需要 什么 我都将提到 我哼 第二棒 第一棒 啊 那个